美國各城市因白人警察歧視霸凌黑人致死事件而視為遊行四起 怒吼聲不絕於耳 川普總統為了維護秩序 竟興起了動用美國軍隊 以槍桿子對準國民的歹念 他在推特上寫道 當搶劫開始時 槍擊也就開始了 他並表示特勤局準備釋放惡犬 攻擊到白宮的抗議者 請看評論 川普離京叛道的鬼論令人不敢恭維 他作為總統 居然不知道善良民眾上街示威遊行的訴求是什麼 卻只看到報名的一面 更可笑的是 他還堂而皇之 稱自己為守法守秩序的總統 前後兩任國防部長都公開反對他動用軍隊對付平民 芝加哥女市長萊特富 更氣到用F開頭的兩字經痛罵他 女市長公開放話 若川普敢派軍隊到芝加哥街上 鎮壓抗議民眾 他就會把川普告上法庭 佛洛伊德的死 是白人對黑人暴力霸凌的 劇烈爆發 這體現出美國根深底固 無處不在的歧視主義 川普始終不去正視這個問題 他所看到的卻是撕裂的社會 可為他帶來的政治利益 當族群對立時 他的眼神像是惡狼看到食物 他試圖把危機當成鞏固自身 政治地位的絕佳機會 在過去幾年 每當白人至上主義者有越舉行為時 他總是裝聾作啞 極盡好處 討好白人 他常盡作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好處 伎倆一再得逞 但這次佛洛伊德之死 和以前大不相同 他以為只要隨便敷言兩句 說幾句不負責任的話 就能蒙混過去 甚至趁此再討一些白人的開心 大多數前任總統 在處理國家危機時 都會避免黨派偏見 但川普卻稱 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民主黨市長 是非常軟弱的激進左翼市長 這種指責荒誕不驚 迫使三位前任總統 不得不出來指正他的偏見 卡特總統說 有權利和道德良知的人 彼時站出來 彌平 種族歧視 曉布希總統則說 種族不公是美國悲劇性失敗 要聆聽黑人聲音很重要 領導人要避免 種族差距 歐巴馬總統則力挺示威民眾 更呼籲地方政府 因改革警務 禁止所喉 以上三位總統 皆與人民站在一起 只有川普 站在人民對立面 他荒謬的言論 不僅沒有貧富名分 反而加重 種族對立 我們不能再對他抱有任何期待 只有在11月3日 用選票把他推翻 族群融合 才會有新契機